因為韓國瑜已經整個往統人那邊去了 那朱立倫他為了要討好申嵐 因為他的目標只設定在黨內初選 黨內初選要贏他的概念就是一定要去打基本盤 所以他也學韓國瑜往統人那邊考 韓國瑜去中國搞一國兩制 他就在那邊直播搞和平捐言 可是如果我是他的幕僚 我會完全反對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他贊成進門會談 這裡贊成開啟對話就是贊 他才三趴 不贊成進門會談77趴 不贊成與中國大陸老死不相往來 卻才去趴 他用誘導誓問句都這樣子 所以其實包括國民黨人 尤其是整個藍軍你要不只是只有升藍 雖然升藍的音量大 可是人數其實不見得是多數 你可能有一些所謂的都市的中產階級 知識精英的這樣的潛藍藍軍 其實人數是很多的 這也是朱立倫過去的優勢 但是他突然拋出這種很統的東西的時候 這些藍軍他根本只是經濟藍 他只想經濟發展 他沒有想要統一 這個投票還不少 現在八千兩百八萬兩千九百 九百個人 韓粉就灌的 韓粉就灌的 我查一下 因為這其實可以跟朱立倫在新新聞的六都 反應出來 因為六都裡面整體來講 他的支持度只有九點六 所以他那個投票我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韓粉不會去那邊按讚 OK OK 好 那既然講韓粉 再看一下 阿苗是台大了 我覺得台大最有學問 沒有 台大的運氣最好 韓國瑜人家今天再問他 你真的不行二零二零 他說不要急 老鼠偷拖鞋大的在後頭 這什麼意思 暗示他可能要選中國國家主席 要取代習近平就對了 老鼠偷拖鞋大的在後面 意思是說老鼠只看到那個小小的拖鞋 但是後面還有更大的利益 其實在後面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問我這種小事情 我心裡想的是更大 可是說實在的 韓國瑜他現在在搞的 其實就是找中共爸爸 來做他的這個撐腰 來成為這個中共指定的在台代理人 其實這就是他一貫的路數 但是我覺得這也取決 他講花大財 但不一定花大財 但可能會當奴才 如果按照他的路線 那肯定是當奴才 因為畢竟他的路線很清楚 就是未來台灣跟中國一國兩制 台灣成為中國的一省 而且還是個農業省 大概就是這樣子 沒有啦 我覺得阿苗這樣講也不夠公平 我覺得說 你要批評韓國瑜可以 你知道嗎 說他講了支持兩岸經濟交流 文化交流 你說這就是被統一 拜託 過去成績有去過嗎 蘇智蓬去幾邊